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太阳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对街正在都庚 所以他们在拆房子非常吵 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请体谅一下 如果你们有听到这些拆屋子的声音 那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因为在对接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在下方里面 不要一直说怎么那么吵 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人家在度更 好很抱歉 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 非常惊悚 这个梦万一成真会怎么样 好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看到没有 这是龙卷风 你看这个是龙卷风 好 这个也是龙卷风 水龙卷看到没有 在河里面的水龙卷 整个屋子船 看到没有 整个非常惊悚 好接下来 2024年的战争还未切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 2022年2月24日到今天 现在已经超过两年几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 2023年10月7号到现在 已经超过半年了 来接下来 看到这样的战争情况吗 非常惊悚 好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你看火焰 整个防射几乎都炸光了 好我相信隔壁左右邻居都会 其他霉洞都可能会受损 像这样的战争 来接下来 好看到了没有 新入了民宅吧 你看 开始开枪 看到这里我看到 真的很令人害怕 来接下来 涉战争罪 ICC发布逮捕令 国际刑事法院 ICC主任检察官卡林汉 20日就是5月20日 在CNN独家装访表示 对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领袖辛瓦 以色列总理内唐雅胡 发出逮捕令 因为两人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好他们已经对这两个人 发布了战争罪 来我们继续看 跟火山当邻居吗 火山爆发前后对不 你看这是火山爆发以后 这是火山爆发以前 城市盖满了火山灰 看到了没有 好本来这么漂亮的地方 现在变成这样子 看到这个景象吗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当然就火山爆炸 来我们继续看 好 这个火山喷的整个烟雾弥漫 直达天际 看到整个火山这样喷上去的 一个景象很令人惊悚 来接下来 阴岛火山又爆发 近期地球的地热与板块活动火药 位于日本九州鹿尔岛的阴岛火山 在当地时间 四处下午2点四十二分 又发生火山爆发 喷烟高达2000公尺 非常之高 2000公尺大家大概可以想象 2000公尺大概几十层楼高 这已经是今年来 第15次阴岛火山的喷发 好 来接下来呢 好 喷发犹如黑龙飞天 看到没有 整个 好可怕呀 来印尼东部的伊布火山 这个月以来多次喷发 当局在16日把火山警戒级别 升至第四级预警系统的最高级 并警告居民和游客 不要在周边五公里范围内 进行任何的活动 就你连走动都不可以 该火山在2023年喷发 预2万次 2万次 一个火山可以喷2万次 笔记证还多也吓死了 平均每天喷发58次 停一下马上就喷 停一下马上就喷 代表地底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之强大的 来我们继续看 是天灾还是人火 国土变汪洋 来看到了没有 这样子 这个防射青岛 水乡哲国 已经到了胸部了 这个淹水淹到大腿了 整个车子都快灭顶了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天哪 这怎么过日子呢 好 现在人类面临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惊悚的景象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世界已经在毁灭当中 在预演世界末日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预演世界末日 来我们继续看 来灭顶了 看到了没有 这人根本逃不出来了 你看到整个整个河 整个马路的汽车 全部都被冲走了 一步一步车 跟着一步一步车 到哪里去了呢 到海里面去了 好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吗 非常非常的恐怖 这是非常恐怖的大天灾 来接下来 九指火运大火无情 烧 刚才是水 冲 马路变河流 这是火 不断的延烧 整栋楼 你看到没有 整栋整栋的防射都被烧毁了 来接下来 看到了没有 森林烧了 房子也被烧了 这整个房子就是 整个在火海当中 好 救火队呢 出动了多少人呢 来救火 恐怕都来不及了 整个呢 寸瓦不留了 好 天窑地洞震撼全球 来看到了没有 天坑 地震 然后呢 房子倾斜 倒塌 来 往下线 接下来呢 看到这样的景象吗 吓死人的景象 这是几集啊 七点几集的大地震 全球下来动不动就七级以上 瑞士规模七级以上大地震 八级九级大地震 甚至来到九点五级的大地震 这个世界呢 预演着世界末日 看到没有 这是真恐怖的景象 来接下来 这个是什么 这是海水道观 这是海啸的情况 这是大地震过后的海啸情况 看到没有 整个的房舍呢 几乎都要毁了 然后呢 人车呢 房子呢 所有的东西呢 一并到了大海洋里面去了 看到了没有 我的天啊 看到了没有 这真的很恐怖 你看看整个车 整个房舍呢 都泡在海水当中 我们来看全球地震3D图 4月3号花莲地震统计呢 主震加有感余震统计 来 7级以上是一次 6到7级是5次 然后5到6级是68次 4到5次 433次 4级左右呢 是894 显著有感的地震 353小区1044 累计总数1397 这个到10号为止而已 最近这半个月还没有统计 因为太忙了 台湾地震频率冲破天际线 看到了没有 我们这频率啊 真的很恐怖 台湾的大地震真的好恐怖 6点几级瑞士规模就已经支离破碎 断壁残垣 整个呢 山壁走山 整个高速公路 抒发公路 整个抒发公路 简直就是 太精神了 那我已经讲不出话来了 大家知道这种景象吗 好 我们可以看到了 全球的地震是这样子在 不断的在躁动着 好 尤其是在环太平洋的地震 在上面的台湾 日本 菲律宾 印尼 包括现在美国都有 好 中国大陆也有 中国大陆地震也很多 好 那俄罗斯的地震应该也有 但是呢 他们没有公布 我们所以不太知道 现在连香港都有地震 连纽约都有地震 这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好 那像这种情况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地表 地底下 已经是被掏空了 好 那么 大家都很清楚 日本的龙数量呢 曾经呢 在 2000年左右呢 他画了一本漫画 他说 2011年的3月 他的玉之梦 是会发生海啸大地震 因为他画了海啸 好 其实这些事情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 而且他非常准确的预测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我自己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是我不会画漫画 来 接下来我们看 海啸大师梦境解说 我在那天是5月的 今天是录节目是5月22号 我在三天前呢 这个梦境呢 把我吓醒了 我很少做梦吓醒了 根本几乎没有过 我之前做了一篇说 我从小我就有特别的灵动感应力 那一天呢 我居然做了一个恶梦 那个恶梦 希望不要兑现 你知道吗 那个恶梦 就是呢 大地震 而这个大地震呢 震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住的楼呢 整个都倾斜到塌 然后碎裂了 真可怕 而且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住的房子呢 它现在才十多年 非常年轻的房子 才十多年的大楼 而且柱子都非常坚固 只是呢 那一天 我被吓醒了 不是被咬醒 是被我的梦境吓醒了 那这个梦境呢 我一直感应呢 它可能在最近会发生 我真的很害怕 台湾的政府 包括科学家 地质探勘学家 以及 所有的研究地震的 这些学者专家 都在警告着台湾 百年大震已到 而台北市呢 又是一个呢 地底呢 非常脆弱的 非常脆弱的 整个以前在康熙时代呢 是台北湖 所以我希望我的预言呢 不要成真 我的梦境不要成真 但是我一定要做一集节目 告诉大家 像这样的大天灾 你知道所有的天灾里面 地震死伤是最多的 每次的大地震 死伤都是最多的 你不管是什么天灾加人祸 那大地震你知道 一次可以死伤 几十万人 几万人 十几万人 我们可以看到历年来 这二十多年来 每一次的全球的大地震呢 非常惊悚的 很吓人 整个城都灭了 就日本311大地震 然后呢 防射没了 车子 全部呢 所以一切物品 都被海啸卷走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结果 在二十几年前 2004年 二十年前 印尼呢 也发生了大地震跟海啸 死亡人数呢 大概三十万人左右 包括失踪的 现在都找不到 一定都到海里去了 想想看 临近的国家 很多国家 包括泰国 马来西亚 都有海啸的发生 好 那次的大地震呢 加上呢 311的 2011年 你想想看 20042011经过几年 才几年的时间 2004到2011 才几年的时间 好 那最近呢 今年 2024年 太阳发气年 我先讲我那个梦境 我那个梦境 我就是惊吓起来以后 我在我的床上 结果那天 我发生了这件事情 我吓死了 我希望 我不要像龙树亮那样的 预知梦会兑现 真的不要 但是 我不知道他没有 我没有梦到日期 也没有梦到什么时间点 但是我做了这个噩梦 那那个噩梦呢 是非常非常大 比我们这一次 7.2级大地震 更大 大很多的大地震 而且你想想看 我们的大地震呢 7.2的瑞士规模 台北呢 损伤不多 那很多的东西呢 掉落的也是有限 但是呢 这次我的梦呢 居然 梁柱都折断了 房子呢 东西呢 全部呢 无处可逃的感觉 我没有看到外在的景象 但是呢 我在我的房间里面呢 惊醒过来以后呢 我真的吓到满身出冷汗 好我想呢 今天呢 还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梦境 这个梦境呢 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我告诉大家 因为呢 如果是7.2级 我们台湾历经过 7.2级的大地震 还有上一次呢 25年前 我们的 那个积极大地震 那个时候7.3 瑞士规模 我们那时候死伤岩缠重 防射岛 全岛跟半岛的 有5万多栋 死伤岩 2000多人 2400多人 那你想想看 那一次的大地震呢 也是非常惊悚 台北也是摇到 半夜没有办法睡觉 但是呢 没有像这一次 7.2级的瑞士规模 这么严重 因为这一次的严重程度 是整个横贯公路 几乎毁了 太鲁格 全毁了 全挂了 还不止这样 接着的余震呢 是六点几级的余震 防射又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虽然死伤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呢 所有的建筑 很多问题都开始产生了 那么台湾现在 能够面临到更大的地震吗 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 它真的发生 怎么办 我还是希望 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是我的预知梦 我觉得 它可能会在今年 出现 我今天是抱着 非常沉重的心情 来做这一集节目 我本来想说不要做 但是呢 我还是要告知大家 希望我的梦 不会成真 你们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有梦到什么 也可以来告诉我 我们现在 新政府上任 国会已经乱成一团 看到那些法案 然后呢 现在本来是两党冲撞 现在是三党冲撞 接着下来 台湾到底如何呢 希望不要有重大灾难在发生 全民百姓 现在已经过得很辛苦 Cody90以后呢 不管在经济面 各方面 我们都是过得相当辛苦 海岸老师 还是在重申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 要多多注意 台湾百年大生已到 谢谢你们 地震包要准备好 请大家准备好 你们的地震包 谢谢大家 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小铃铛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